美军弹药是日军612倍,密集弹药封锁,活活饿死一万五千日本鬼子有网友问,二战时期的瓜岛战役,日军究竟饥饿到什么程度? 这样的队伍是如何迎战美军的?在瓜岛战役,日军一幕支队,川口支队和第二师团一共发动了三次总攻击,从1942年11月开始,就变成了美军反攻阶段。 在11月,美军卸载34327吨物资,在12月,美军卸载126216吨物资,以支持美军在瓜岛进行大反攻。 而日军的供应时,11月,六艘驱逐舰就运来56吨粮食弹药,在埃斯佩兰斯角登陆,物资吨数是美军的612分之一。 刮到3万日军,饿得古兽林群,其中东海林支队,截止11月5日,阵亡500人,饿死1200人,剩余的1300人,也饿得失去战斗力和活动能力。 随后,日军军舰掩护大运输船团要强行登陆,结果爆发了第三次所罗门海战,折腾到,最后,运来了四天份口粮和3600发炮弹。 11月5日,瓜岛日军下令,一名士兵一天的口粮是标准定量的九分之一,但是,也只能维持到11月22日。 当时,日军准备让第二师团再发动一次总攻击,理由是就算不打,再过一个月,人家都饿死了,不如再打一下试试看。 在12月,日军运来了347吨粮食弹药,是当月,美军运输量的363分之一,也就是说,美军的补给量是日军的363倍。 最后到1943年2月,瓜岛日军残余部队撤离瓜岛,日军一共有三万一千陆军投入瓜岛作战,死亡两万人,其中三分之二是恶病死,战死五千人,美军伤亡数字为六千人。 返回搜独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